好朋友们 那么接下来咱就进入到今天的课上 简单来说 咱们今天要给大家讲解的知识点 相当于有两个 第一个讲解臂包 第二个讲解装饰器 臂包和装饰器在实际开发的过程当中 会经常用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 面试的时候会经常被会提到 特别是装饰器 原来自己如果装饰器不会 或者说你对他的理解没有那么的深 将来一定是要为这个事情而要交 很多的学费的 就是你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这是百分之百的 熬个几个通宵去解决一个bug也说不定 那么这是咱们今天呢 主要讲解的两个知识点 简单言之咱们今天讲解这两个知识点 最终咱们能够学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了 或者说咱们今天学完今天的知识点之后 咱们能够干净一件什么知识点的吧 简单言之一句话 今天这个东西需要了之后呢 咱就做到一个事情 就是当我想要掉 想要掉一个函数的时候 我可以在不修改这个函数里边 圆码的前提下 我能对它进行功能的修改 言外之一是 我原来掉的是A函数 A函数里边打一个printA 就掉了这么一句话 那么我通过今天学的这个装饰器 那么对中文部实现一个什么效果呢 我在没有修改这个函数里边 所有的代码的前提下呢 我可以对这个函数呢 进行修改功能 这就是咱们今天最主要实现的目的 好了 那么首先呢 进入到第一个点 笔包 我先也不给大家说什么是笔包 我呢给大家泡一个问题 咱们通过这个问题呢 咱们引造来的嘛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我就把这个讯息我先对学化一下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因为呢这个麦克啊 不管是麦克里边 我利用里边还是这个windows里边 咱们只要装了这个 啊 Python这个解释器 是不是都可以运行了吧 那么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想用这个 沙布里姆呢 给大家写去这个代码 所以说在这里边看得比较漂亮 因此我今天呢 就在这里边写代码 你听懂我意思了吧 你的Linux里边 麦克里边 今天写代码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问题 啊 windows都可以 那么好了吗 我把字体的设计放在那里 啊 我第一 首先我抛出一个问题来啊 问题 初中啊 初中 初中 初初初初 初中 你啊 学过 这个 什么 这个那叫方程 还是叫什么东西 方式啊 函数是吧 二次函数 还是一次函数 是吧 函数啊 例如 啊 学过函数 例如 Y Y等于K 初中里边 学的是KX 加上B 学过吧 还学过Y等于A X的那种平方 对吧 当然啊 这个啊 首先我要说明一点 这个在Python里边 这个不叫平方 而这是呢 相对于什么呢 这个就是 也不是你啊 也不是你 这个呢 相当于疑惑啊 先不要说 这个东西 咱们还不知道 这个东西相当于疑惑 你先甭管它 我只是说数学里边 怎么表达是 加上BX 然后最后加上C 学过吧 没学过 给你初中老师 打个电话 问问啊 这是初中学的啊 那么我接下来 想要干一件 什么事情呢 以 Y等于KX 加B 为例 为例 那么请计算 那么请计算一条线上的多个点 给X值计算出Y值 那么以这个 一次方的这个函数为例 一次方的这个函数为例 这是一条线 这是Y 这是X 对吧 这是Y Y Y 等于啊 这个KX 加上B 请问同学们 大体上站的线 是这样的线了吧 没错啊 K呢表示斜率 B呢表示过零点 那时候Y值是多少 这个是一定的 那么我接下来要干净什么事情呢 就很简单 我就给你个这样的 我也不说平方的那种了 我就说这样的 Y等于K加B 目的是让大家干什么呢 计算这个 这条线上的两个值 或者是多个值 就是给一个X出一个Y 请问同学们 看着这个问题 你首先你脑海里面 你会没出第一个想法 你会怎么做呢 这就是问题 你会怎么做 想一想 你问问你自己 你会怎么做啊 你要想到 能想的情况 你要想的更多才好 就首先第一点 我想要计算出Y值了 我对于X 你X你随便任意写吧 比方说写个0也行 写个E行 写个2也行 这都可以 那关键点是 如果要是K不确定 B不确定 那么将来你给的X 这也给的Y值 它肯定也算不出来 所以说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得确定K和确定B 那么两本之一上 正常情况下 你可以得到答案 就是Y 就是如果用这个函数来做的话 Y就等于 比方说 你例如K等于1 B等于2的话 假如说B等于2 那么Y不就等于K 乘上X加上B 请问同学们 没错吧 我把它们这个格式 给它改成Python格式 选中这两行 就是打开 请问 你这个时候 就完全的可以 给它一个X 是不是它得对一个Y 给一个X 是不是得对一个Y了吧 我为了重复利用它 请问 这是第一种方案 这是第一种 我会怎么做 为了重复利用 那么我放在桌面上 那么这是第一种方式 我写上一个说明 第一种 第一种方式 就很简单了 就这种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 有个什么缺点 什么缺点呢 如果需要多次计算 那么就得写多次Y等于K乘上X加上B 这样的式子 没错吧 所以说不够重用 就是咱们原来之所以需要函数的一个目的 就在于 是不是相当于把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是不是封装到函数里面去了吧 即你这个地方这件事情是很简单 但是你额额想着如果再复杂一点呢 你每次都写这个复杂的设置是很麻烦的 所以说怎么办呢 咱又来了一种新方式 你觉得会怎么办 这种新方式 接下来是不是用函数了吧 好了 把这个把这个给它一 数字里 也说第二种 那么我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是我地付一个函数 我地付一个函数 那么比方说这个叫做line line1 叫做line2也行 line下方件2 对吗 那么你觉得这里边咱们怎么多了 我仅仅是为了打印这个字 你完全可以在这个地方return 完全可以return 但是呢 我不想return了 我自己想打印 请问 那这个地方可以怎么多 正常的情况下 你肯定是K乘上X 加上B 没法吧 那么你的K哪来的 B哪来的 X哪来的呢 所以说K传到这来 是吧 K传到这来 B传到这来 X传到这来 那么这样呢 咱们再去计算这个值的时候 那咱们只要掉这个函数 你首先确定K K是多少 假如说咱们都说K和B 都是1和2 来1 2 然后接下来 你想计算X值的时候 你给它个0 这计算一个 然后你给它个1 计算一个 你给它个2 请问 是不是也是计算一个了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在K和X不变的情况下呢 咱们给它的X值不一样 是不是最终 咱们能干净什么事情 是不是咱们得到这个Y值 是不是也不一样吧 咱们仅仅是不是直接打出来了吧 直接打出来 咱们先试一下这种情况 应该肯定是没问题的 打开这个 终端 也是终端 和咱们这个Linux是一样的 我回着桌面 回着桌面 那么python3 02 我刚刚这个名字上保证的叫02比方 我就运行这个02 OK 可以看到 在K是1的情况下 B是2的情况 0乘上1是0 0加2 2是吧 234 请问 咱们刚刚看的答案 是没错了吧 234 但是我现在出了一个这么个问题 我又出了个问题 我接下来 我接下来 想要再计算一个点 同学们 你会发现怎么着 我还想计算一个点 你会发现怎么着 是不是还得再来一次 你没发现一个点 是不是前面还得写1 是不是还得写2 就是我每次我都得写2 你不觉得烦吗 这就是问题 也就是说 缺点 我又给他迫出他的缺点 如果想要计算多次 这条线上的Y值 那么每次都需要传递 每次都需要传递K和B 我不能用斜杠 K和B的值 怎么着呢 麻烦 麻烦 前面团队 是不是麻烦了吧 那怎么做呢 你会怎么做 这就是问题 你要考虑 你别等着我给你讲 怎么解决这种问题 就是说我如果加在 就算一个X值的话 我还得1 还得2 我每次都得传1 我都得传2 对不对 有几种方案来解决 我要做一件事情 绝对有N种方式来实现 绝对不可能很固定 只有一种 那么你想一想 你脑海里边 你会冒出哪几种呢 关键的三种 对非常好 还有吗 请问你之所以说 关键的参数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下次的时候不用传了 是吧 我得找一个地方 它不会随着这个函数的调用而结束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么不会随着函数的调用而结束的方式 其实有好多种 你刚刚所说的 关键的参数 其实就是给它缺什么 你不用传 默认不就是1和2吗 对不对 那还可以这么多 全球变量行不行 想想 大家刚刚不许同学说全球变量行不行呢 如果我想要设一下问题 如果我把它设到全球变量里面去 刚开始 K等1B等2 接下来我去调函数的时候 这个K和这个B就不用再重新设了 那么我每次在用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吧 好像能行 来 咱们先说到这个 第三种 第三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 把它拿下来 你一定要跟我的搜索 拿下来 我在这个地方定一个K 等于1 B等于2 我为了这个地方 我为了加条线 我为了隔开 我这个地方给它隔开 我加条线 杠存上50 加上一条线给它隔开 那么杠下面的东西呢 就是另外一种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K和这个B 我现在需要写了吗 不需要了 完全散掉了 请问 我在这个里边是取全球变量值 并不是修改全球变量值 那么是否需要加global 不需要 什么时候需要 修改的时候 修改的时候 是意味着修改的指向 还是修改的指向里边 都是需要修改 如果K等于一个列表 我修改的是列表里边的值 并没有修改K的方向 请问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不需要加global 还记得吧 咱们原来说过了这种方式了 也就说懂吧 在这个位置 因为这种方式里边呢 它仅仅是取K和取B的值 并没有修改 因此这种时候呢 这边这几个值就可以不要了 这边这几个值就可以不要了 那么在subliminal怎么选中一块代码呢 我教给大家 首先你把光标定位到某个地方 然后按住out键 然后out键 然后这个时候开始选 你选中的呢 就是一坨代码 那么它一般会选中一个矩形 就是说你会根据你的鼠标的指向选中一块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按delete 一删 这一块全部都会删除 这是这个subliminal的一个功能 那么请问他们这种方式可以了吧 来咱再试一下最后的结果啊 我得改成把这条给成3 改成3 好了 试一下 234 请问他吧 没问题吧 没问题 那么第三种方式是用的全局变量 这个第三种方式我写上 全局变量 那么他有没有缺点 什么缺点 你能看出什么缺点了 缺点是看到我这 假如说我现在需要计算另外一条线 请问你会怎么多 如果你想要去计算另外一条线 请问K 比方说等于啊 11 然后B等于22 你是不是这样修改 修改完之后 接下来你再去调他们的时候 请问他们 是不是还会根据你修改过之后的全局变量的词 是不是还会进行的变化了吧 咱们再试一下 再看这三个新的词 他已经有三个了 再看这个这部分的代码后面三个新的词 走 大家看 是不是现在才可以执行了吧 那么如果我接下来要是再换线的话 再换一条K 和再换一个B 那么请问接下来 我是不是还得一张修改了吧 我写在外边 你看代码 杭数的自然二人就增加了 那么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如果要计算多条 多条 线上的Y值 那么需要每次对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进行修改 修改 代码会分多 代码会分多 这是百分之百的 百分之百的 也就是说 假如言之一就化了什么了 麻烦 这种情况呢 要麻烦 那么怎么解决这种方式呢 同学们 刚刚呢 咱们在说这种方案解决的时候 说过两种 一个是全局变量 一个是什么了 另外一个啥了 大家会说了 是不是接下来 是不是用关键字参数 关键字参数的话 同学们 是不是相当于配合这个缺省参数 是不是要来使用了吧 往往是那种情况 来看这 如果此时 咱们把这一坨东西呢 拿过去啊 比方说第四种 有什么呢 这个缺省参数 粘贴 对吗 那么缺省参数的话 我把key和b塞掉 那么我是写的前面呢 key等于1 b等于2 还是写的哪边 如果你这个地方 有确省参数的话 切记 是不是咱们应该放到 是不是最后的位置了吧 记 咱们必须得这样放 必须得这样放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将来我把这个地方选中 比方说改成第四条线 那么大家可以看 此时我012 这个012 这几个值 是每次都是给x的 key和b是不是默认 是不是都是用的这个默认的值啊 没错吧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 一定能出现咱们刚刚所说的那几个值 那么这种时候 如果当我换一条线的时候 怎么在呢 我还需要这么多了吗 不需要了 那么选中这几个 改成4 那么请问我换一条线的时候 我的怎么做 key等于啊 11 b等于咱刚写的那个b是多少了 22 对22 大家可以看 123 我把这两个删掉 请问我是不是又变成了这种 说我每次是不是还得用这种 关键字参数是不是来指定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你们发现啊 到现在为止 咱们是不是多多少少 是不是已经写了四种了吧 还能不能写呢 还能写 解这种方式 还有缺点 什么缺点 如这种方式 要比上一个稍微好那么一点点的是 当他们换一条线的时候 他可以都写在一行里边 是不是相当于一个性传递了吧 但是依然拥有一个问题 就是当他去换线的时候 就是不是more的那个key 也不是more那个b的时候 反正依然换 这种方式呢 多多少少的确确实实 是要比全球变量要好 为什么 他要比全球变量要好 为什么 对封装 全局变量的话 请问同学们 你既然是全局 是不是大家都可以直接用 对吧 可以随便修改 但是这种方式的时候 他作为一个这个line for line第四个 这个函数里边的局部变量 请问是不是只能 在调用的时候修改 别人是不是直接修改不了了吧 所以说这个 优点要比第三种 更具封装性 它属于我的一部分 别人改不了 但是它依然有缺点 缺点就在于 如果要是有多条线的话 他依然需要这样传递 比较麻烦 所以说 这个地方 我给他拿过来 优点 我现在想到优点 优点 比全局变量的方式好 在 K 还有这个B 是函数line下回线4的一部分 而不是全局变量 因为全局变量 可以任意的被其他函数所修改 你就算是个道理了吧 别人就改不动了 这种方式的是它的优点 但依然有什么确定呢 如果要计算多条线上的值的时候 那么需要 需要在调用的时候进行 传递 传递参数 那么这个时候还是一样的 最后的结论还是麻烦 全局变量不行 确认参数配合的关键的参数还是不行 那怎么做呢 还有什么办法 最后我的目的就是 还有没有办法呢 想想 函数都用了都不行 局变量也不行 全局变量也不行 那就是你试试力呗 可以吧 来 那么 问大家个问题 如果我想完成这个东西 我想用面向对象用类来去做的话 你会去怎么做呢 来 给大家两分钟 你想一想 我加了句紧接的讲 开始 思考这个问题 好的 谢谢 我知道 谢谢 谢谢 谢谢